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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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 陈灵光只身去到国外 希望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 经过几年的奋斗 他在当地开了一家生意红货的中餐馆 然而命运之神却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让他的一切努力都覆水洞流了 一下子就是我感觉当中就一下子就整个饭馆里火冒起来了 那个火光中间从窗户里冒出去 那是真是非常惨的非常惨的一个事情 估计是有五枚光 我们就往里冲 一往里冲看到里面那个火已经非常大了 那时候慌张的一塌糊涂 我们就把那个台步往里冲 结果火越来越大 没有办法 我们只好跑出来 那个火就是跟着屁股跑出来一样的 我后期的一个长夜 把前期继续下来的一切东西 全部一场大火烧毁了 我们一切的生活 一切的东西 都是依赖这家饭馆 那么当时这家饭馆也是 生意是非常好的 就这么一把火 把一切所有的东西烧毁了 非常的无奈 好像就是希望也烧掉一样 总 我不知道怎么干好了 我跟你说 那个大火 那个产业的景象 我连做梦都想制造一个灭火器 这制造灭火器是有我的一个执念 我也想让更多的人 不用重复我那种惨痛的经历 同时 我也想从制造灭火器当中 寻找找回我的自信 找回我的成就 他想要战胜火灾 可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了一则新闻 有一次是周末 我在家里看电视 看到了一个 新 即使新闻报道 说 当年海王战争 打了之后 有无数个那个油警在起火 后来听说是留下了一支部队在灭火 这支部队呢 是用炮弹把这个油警给炸灭了 诶 这个爆炸也能灭火 当时就给了我一个灵感 他想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能快速把大火消灭的方法 喂 先以前那些朋友借钱 几乎没有一个人来支持我 打电话都没人接了 都以为我疯了呢 你小小的一个陈林光灵就给我做得了这个事情吗 但是对于我的感觉啊 就是简直是兵败如山倒 那个太惨了 太惨了 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 他就决定自掏腰包 陈林光带着谨慎的积蓄 独自一人回到国内 开始了他的发明之路 可是资金有限 他招不起研究院的技术人员 他就只好找了几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 就这样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带着三个矛头小子 开始了研发之路 三个皮架 顶一个诸葛亮 几个人整天围坐在一个租来的小屋子里 终于历尽心口 他们还真的将灭火弹 成功研制出来了 灭火弹成功研制出来了 但是想要走向市场 必须要有规模化的生产才可以 这需要大约六百万的资金 而这再一次拦住了陈林光 我去找到我以前的同学朋友 我到哪里就说我自己这个灭火弹 到哪里就说自己灭火弹 结果历经了好长时间 终于找来了这么五个投资人 陈林光决定 当着五个投资人的面 来掩饰自己的灭火弹 虽然陈林光之前做过多次试验 灭火弹的灭火效果很不错 但是想要进入市场 必须得到投资人的认可才可以 这五个投资人几乎我是高弟弟高奶奶 把他请过来的 如果万一失败了呢 为此我非常担心 非常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我输不起啊 我再也输不起了 它是用一种爆破的方式进行灭火 这个灭火弹里面呢 有一个引发器 加上这条影像 那么火边上一样起来的时候 通过这条影像 导致里面的引发器启动 启动呢 爆开来 爆开来呢 覆盖着灭火器 灭火器啊就带出来了 带出来了进行灭火 这个房子非常安全的 你用外面的火源把它给引找了是吧 对了对了 其实每个人啊 大概都清楚 哪里是你最不安全的地方 这就不要人了 放在那里人在外面干活 轻轻松松的 不用担心家里 不用担心家里 说实在的 真正激活造成灾难 通常是家里没人 对对对 家里没人 没清灶 我这个人不用动 不用人动 火一旦起来 就把它灭了 哎 陈总我问你 你这个东西 不就跟我们那个二踢脚一样吗 你就多危险啊 这样我放在家里面灭火 我都害怕 差不多 我这个里面是装的是液体 液体它不伤人 关系我这个外面是一个塑料的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好 好 试试一下 试试一下 找到这玩意儿灭火的话 那不是越来越火越大嘛 本身火就是炸开对吧 你又搞个炸开来给它灭 那你这不是闹着玩吗 对不对 你开玩笑 往后退一点退一点 嗯 力远一点力远一点 没事的没事的 远一点远一点 请你们紧你远一点远一点 我站你后面 我站你后面 没事的没事的 没事的 到底能不能拉来投资 就看这个灭火弹 能不能把火灭掉了 好 点火 撤一点绳子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灭火状态不是很好吗 有什么感觉 你看这炸到这么靠来了 过来看看 你看看我们的覆盖面积有这么大 有这么大 有限当于这个四个油盘那么大 有二十个平方 二十个平方 二十个平方 十二个平方 是肯定以上的 有效灭火面积肯定要超过十二个平方 这个威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还是有点危险 你看这个碎片 刚才我站那么远就炸过来了 这个毛刺这个东西要搁到手上来 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啊 你这个我觉得是不是你要 你这个在设计的时候 能不能不让它炸这么远啊 对吧 你如果放在家里面 这个呢 你万一把炸到人身上 这个搁到手身上搁破了 这个有毛刺对吧 我觉得 更多的情况 更多的情况 我们是在考虑啊 灭火的情况 这个你提出来也 也有道理 你这个你是火是灭了 但是你伤到人了怎么办 对吧 我觉得你感觉到这个 碎片炸得蛮远的 你这个现在我认为是不行的 最起码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这个我感觉还有感觉 对吧 因为你最终是要投向市场的 对吧 你是面向最后要面向用户的 对不对 你不能把火灭了 这就会你伤到我们人了 对吧 行吧 那今天就这样吧 好吧 再说吧 好吧 你先走了啊 它那个炸开之后 那个碎片炸得很远 可能会伤到人 你虽然是把火灭了 但是你对别人造成了这种压次伤害 真要是投入市场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安全性 可信性 我觉得还有得考虑 我蛮以为这是一次就能成功的 让他们也高高兴兴地看到我这个非常好的优良的灭火弹 结果我把这个事情给驻扎了 确确实实心里凉了一大截 我是满怀信心地通过多少年开发 把这个产品把这个灭火弹组成了 然后在灭火的过程当中 一个是水源太多 一个是声音响 一个是力量巨大 你说他们提出来不对吗 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些事情怎么我以前为什么都没想到呢 他们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讲的 这个也是一种非常正确的事情 上一次的展示 灭火弹能够遇到大火自主启动 瞬间把火灭掉 还是给投资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宁光相信 只要自己可以按照投资人的要求改进 事情肯定还会有转机 灭火弹启动时 外皮的飞溅速度其实很慢 投资人担心的只是这些外皮的边缘 会划伤人的皮肤 终于经过一年的研究 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材料 这让陈宁光有了再次约见投资人的信心 各位大老远的跑过来 今天天气又比较冷 一年时间了 看看我们今年一个新的 今天这个变小了 是哦 这个有变化了 去年那个好大 那么大的 有什么看法吗 你今年这个变这么小 能不能把这个火灭掉 没问题 去年那个搞炸出来了 今天你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灭掉 你记住去年的事情哦 边上全满满的都是哦 那个是威力太大了 我们最重要是这个外壳上 对这个外壳的性质进行改变 你这个这么小的这个是灭火装置啊 这么大的油盆啊 这个烧起来是很旺的 我集出过这个 这个不得了 那么你就是能把它灭掉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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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活的时间从启动 多少时间你把它灭掉 五秒钟就够了 现在你那个片子都飞到我身后去了 当时啊 对吧 你这个还是要阵地那么远吗 两米距离四米距离都行 绝对没问题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等一下就站在这个边上 转个屁股让它炸一下 都没问题 放心好了 大余大余大余 大余 好 好 你们离远一点啊 你们离远一点啊 这个威力很大的 我跟你讲的啊 这个是 这个是伤身油 这个是伤身油 我来点火 就是气候油 对对对 这次演示 可是陈林光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新型的灭火弹 能成功吗 与大的那种原理相同 只不过 这个灭火器中 只有二到三颗的火药 火药被包裹在 充满灭火剂的容器内 灭火器外壳上的引线 就是传感装置 当引线触碰到明火的时候 就会引爆火药 从而将灭火剂 均匀地喷洒出去 达到 扑灭大火的目的 这声音特别小 你看看 这个满意了吧 这个比去年那个是好一点 刚才打到我一下了 也没事 没事啊 没事 因为这个材料设计的 跟完全跟去年不一样 你看看 它都是卷编的 它都是很炖的 你看看 这都像尼龙丝一样了 它都是怎么样呢 这个不是断角 不是断角 你看看 都是炖的 这个我刚才碰了一下 很柔的 很柔的 很柔 柔可的 这东西好 投定了 这个纸投定了 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跟老陈啊 就是有过好几次合作 因为大家合作的 都比较愉快 他上次在我这个 回国之前嘛 他跟我说 他搞了一个 什么灭火弹 那我当时我也不知道 那么这次回来一看 演戏一看 果然不错 我觉得 感觉很好 所以说我这次回来呢 也是想 找一个合适的项目 那么刚刚 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这次演示的成功 让陈宁光直接拿到了 程月东先生 四百万的投资 从被一场大火烧得倾家荡产 从回国省吃减用 开始研发 从被所有投资人 无情地抛弃 三年的时间 陈宁光终于等到了这一刻 可以说 这种能够浴火启动 将大火瞬间灭杀的发明 有着极大的市场 拿在人的手上 能成为一个在火场中 开辟通路的先锋 放在消防死角 它又能成为一个 警惕火源的卫士 得益于不产生 锋利边缘的新材料 它的安全性 同样也令人放心 陈宁光这个时候 可谓是信心十足 带着自己的灭火弹 他在2010年 2013年 先后报名参加了 央视的 外发明和发明梦工厂节目 尤其是在2013年的 发明梦工厂节目中 凭借着灭火弹的神奇效果 让现场20名投资人 无一灭灯 第一个全场没有灭灯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节目播出后 全国各地的订单 都向他这里涌来 第一批 共11家经销商签约成功 可以说 灭火弹至此 已经成功推广到了全国 作为一家刚成立 没几年的企业 他们的订单虽多 但每单也就几百枚 然而有一天 陈宁光在西班牙的一个朋友 帮他联系到了一笔 多达两万三千枚的大单 我当时接到这个单子 感觉到非常高兴 一张天大的订单 我们从来没有 接过这样的订单 我是不同意的 他做这个单子 凭我们公司当时的实力 要投入这么多的资金 我觉得这个风险 确实太大了 当时我就反对了 我叫他再考虑 作为公司的投资人 程岳东首先考虑的 肯定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 做两万三千枚的灭火弹 意味着公司 百分之九十的流动资金 都会被投入进去 做成了就是大赚 出问题了 就是企业破产倒闭 这个单子对我们来说 太重要了 我们团队也确确实实 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单子 我认为过了这个村 没有这个店了 否则的话 老是纠结 也是做不了事情的 为此我就 偷偷地瞒着老城 我就把这个决定给做了 决定住这个单子 陈宁光就这样决断了 两个月的时间 他带领团队 终于赶制出了 两万三千枚灭火弹 他寻希望于这一箱箱的灭火弹 能够再次打响知名度 从此打开广袤的海外市场 然而三个月后 这两万三千枚灭火弹 全被退回到了他的公司 大量的灭火弹 在海运途中出现了漏液 但提内部的泡沫灭火剂 全部流失殆尽 随着这些已经报废的灭火弹 同时回来的 还有西班牙客户的愤怒 以及巨额的赔偿合同 最终查明的事故原因 更让陈林光痛苦万分 国内的订单都是走铁路运输 数量很小 通常就是堆放两到三层 而海运是集装箱运输 灭火弹一下被堆放到了六到七层 结果就导致压力过大 这才出现了漏液事故 陈林光最早是做过海茂生意的 他很清楚集装箱载货的特点 但是这一次 他疏忽了 简直就是一个灾难性的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 尽自己的能力都投入进去了 现在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而这个时候 程月东也终于忍受不了了 陈林光 西班牙的那两万三千里的货是怎么回事 漏液了出现漏液了 漏液漏液漏不漏液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给我再好好地解释一下 你先消消气 这个事情先消气 我正在想解决方法呢 当时我就叫你不发不发 你偏要发 你这个事情再怎么处理 你如果因为这个事没有想好解决的方法 我就准备撤资 撤资呢 不是一种最好的解决方法 我正在想办法 正在想办法 我给你三点时间 我其他话不跟你多说了 如果想不好办法 那免堂 好 那就这样 做这个党子 我们花下去的成本 前期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那么其二 我当时因为觉得有风险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比较主光的 把这个党子做了 然后又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当时非常生气 就不想跟他合作了 想撤资了 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 更为了挽回自己发明的命运 陈寗光高薪聘请了 以前曾经合作过 专门研究材料的张海生 他希望从技术上解决 灭火弹不能承受重压的问题 为了研制新型的外壳 他们寻找了几十种可行的材料 最终他们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在理论上 可以解决重压制下漏液的问题 新型的材料找到了 可是早已经过了和老陈约定的三天之期 想要挽留住老陈和他的资金 陈寗光只能赌一赌了 那时我真的没办法 说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只能是把经销商找过来 只希望于经销商对我的技术改进 产生更大的希望 我利用经销商的希望对老陈说服 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经销商们同意不同意 我也没办法 老陈同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说真的我也没其他办法了 只有这么试一下看看 今天我帮大家招到一起 是让大家来帮我看一下 我先验证一下 它到底能承受多少压力 我把它放上去 让大家来看一下 先去掉皮 我们现在往上面加压 60公斤 每块铁是60公斤重 再加一个60公斤 正常是180公斤是吧 对对对 现在是182公斤 曾经出现过一个漏液的情况 现在通过的改进 你看看我现在压了168公斤了 还不漏液 还不漏液 那么我估计还可以加一个 还可以加一个上去 把那个铁板再抬上来 现在达到200将近216公斤 216公斤 我们看看像这样的一个强度 你看看它都不漏液 没有情况漏液的状态 这种的强度 不论在东南西北 在各个地方通过什么样的运输 都是绝对没问题了 现在 200多公斤的压力 相当于48个灭火弹了 陈领光这次赌博性的演示 终于收到了效果 老陈在看到经销商 对新灭火弹的信心后 也终于妥协了 这一次漏液事件 不仅没有对销售造成影响 反而增加了行业的口碑 西班牙的客户 也在考虑之下 重新开始了订货 对国内国外市场的双管齐下 灭火弹的销量直线攀升 不到一年时间 陈领光的年营业额 就超过了一千万人民币 可谓是风头正进 这一线长一智 这一次的教训 让老陈扎扎实实的上了一课 从此也更加的谨慎了 那么公司也逐渐的走上了正轨 正在他觉得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年关将近 一件大事发生了 老陈再一次遇到了危机 而这一次的危机 几乎把他逼到了绝境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您接着往下看 这一天 陈领光正在接待一个大客户 可麻烦 却突然找上了门 感觉到最不安全的时候 我打扰一下 你这产品不行啊 邀总你怎么办 我上半年采购的两万枚 没到了这个季节 你看动成什么样了 不会吧 两边都鼓了一个死坨 这样的能灭火吗 姚女士是陈领光刚刚发展的 也是她在东北地区最大的经销商 再过两天的话 零下三四十度 你觉得可行 都这样吗 都这样的 产品能用啊 怎么动成一个坨拉 零下四十度的时候 像这种情况 我很担心你的产品啊 你要给我个交代 不会啊 我们一直以来就这样的 试试看吧 陈领光嘴上不承认 可心里却好像抱着块冰 冷汗直流 她以前的确做过防冻实验 可温度从没低过零下三十度 而姚总的一些大客户 恰恰在大兴安岭地区 那里有些地方 每年零下四十度的天气 就可达三十天 姚女士特意把这个灭火弹 在零下四十度的冰柜里 冻了一晚上 陈领光这个东西看 还真的冻上了是不能用 我今年采购这两万枚灭火弹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您要给我个交代 这种情况也灭不了火 你看怎么弄吧 这都冻上了怎么回事呢 看着地上 这被冻成一坨一坨的灭火剂 陈领光是想跳楼的心都有了 姚女士给陈领光下了最后通牒 十五天之内 如果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不止退货那么简单了 市场竞争就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更何况自己犯下致命的错误 质量问题足以让他一夜之间 失去所有的经销商 失去所有的客户 你还有心就在这里玩手机啊 东北客人早上门来了 你们一大批人还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还有心在这里玩手机 你赶快给我解决了 要不然你也别干了 前次我们退货 那个阴影还在 今天又找到了这么一件事情 你说我还不着急吗 我进去一看 小张居然还在玩手机 两万多个灭火档啊 客户都还在外面啊 他居然还用心在玩手机 我一下子就生气了 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在这个玩手机的过程中啊 也实际上是我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 压根啊就没有一种材料 是万能的 气候的原因呢 我之前确实没有考虑到 但这样也不能完全怪我 像这一些事情 老是让客户来找我 你说怎么办 张海生当时觉得委屈 也没再说什么 只是请了一周病假 不再上班来了 赶走了材料专家张公 陈宁光拿着冰蛋 自己琢磨了很久 可他自己根本解决不了防冻剂的问题 着急之下 陈宁光反而逐渐冷静了下来 说起来 自己才是研发目标的制定者 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忽略了 灭火弹在极低温环境下的使用问题 其实当时我是心脊落 在平时我们简直处得像朋友一样 我都有点愧疚 后来我发现他虽然请了一个病假回家 他居然在家里 还都在为这个事情 解决这个冰土子的事情呢 确确实实我错过他了 我也理解 他为了撑起这个公司啊 需要付出的努力太多太多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找到了我 我还是很开心的 当我再次回到这个工作状态之后啊 我发现我们之间的隔阂完全消失了 既然两人的隔阂消失 陈林光马上组织进行研发 他先前好说歹说 才让姚女士把时间宽限到了三个月 但就算这样 依然很紧迫 于是张海生专门带着陈林光 来找他的恩师 安徽工程大学的周正发教授 周教授是个化学专家 在他的指导下 利用专业的化学工程软件分析之后 周教授终于为陈林光 找到了一种既不会降低灭火效果 又能有效应对极低温环境的添加剂 终于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试验 他们给姚女士拿出了改进后的灭火弹 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是的 我们就是刚刚从那里拿出来的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那么现在就做一个实验 让你来看一下 淡体里的灭火剂 哪怕只出现一点结晶 都不可能把这个油盘的火灭掉 我们走近 走近看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了吧 这个靠谱 今后你放心好了 这个确定是在我们零下三四十度的黑龙江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陈宁光用实际行动 成功挽回了经销商姚总 然而没过多久 又一个经销商找上了门来 这几天 陈宁光连连的接到 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 经销商们纷纷来电投诉说 有一个经销商窜货到他们的区域 造成了当地的价格战 本来这个事情是很好处理的 因为合约中就有规范 经销商之间以地域划分 不得在对方经销的地域销售本方的货物 可是 陈宁光却久久不敢 对他下手 原来 这个经销商是陈宁光最早的经销商之一 他的销售额占陈宁光灭火弹销售的70% 就在陈宁光准备对他进行警告的时候 他却提出了一个 近乎于无理的要求 能够把市场做大 做强 这是我们俩共同的目标 你干你专业的事情 我干我销售 我最专业的事情 所以说我把全国的市场委托共同来做 以你们目前的这种实力 十来个人 十几二十个人的销售团队 您讲的我知道 全国范围这么多长 其实我也领教过 你们的团队确实非常好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有我们的契约 我们的契约精神 我必须要去维护 对不对 你说对不对 这个我们其他的都说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这个大家都是做生意嘛 在原来的价格上 再给你让利两个点 你回去考虑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那边 董事会给我的授权 他的这个决定 我当时真的没想到 当时我很气愤 这不是明显着客打其主吗 正因为手握灭火弹 百分之七十的销售额 他才不顾合同约束 肆意打压其他的小经销商 现在更是提出 要把百分百的销售权 都拿走 但是如果 我接受了他这个这项协议 我的半笔建商就要一组了 你也认识 经销商郭总 郭总占了我们很大的市场份额 他今天来 带着产品来 叫我们把所有的市场 全交给他 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克打其主的一种态势 你说怎么办 这个交给他了 我们就变成一家生产 专门为他加工的企业了 然而 当陈寗光提出想要辞掉这家经销商的想法后 老陈的反应 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假如说 你把取消他们的销售资格 作为一次赌博 可能输的话 你认为你自己输得起吗 我觉得他脑子好像进水了 是的 我很气愤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的销售额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销售额的百分之七十 我说什么都可以谈 我们作为一个商人 只要有利润 有利益 我就什么都可以谈 他的这个决定 我当时真的没想到 我认为陈寗光应该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 应该要学会分权 他是一个发明人 我这一点认可 他在销售上 我觉得还是欠缺的 应该要建立一个比较大的销售团队 为我们公司服务 我们这个布置才会走得快 他不能说自己是一个权能的 有那么一瞬间的时间我都想过 我干嘛要这么累呢 分一部分权给人家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想起自己走过之前走过的路 我却舍不得 那是我的没有我当 就这样陈寗光与自己的投资人谈崩了 他还是决定辞掉那家经销商 陈寗光心里很清楚 自己做完这个决定之后 公司未来的发展将要多么的艰难 果然第二年灭火弹的订单急剧缩水 生产线每个月只有五六天的工作量 甚至一连两个月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去 老程那里是不可能的 可是自己急需的资金要从哪里来呢 陈寗光决定拼死一搏 他背着老婆偷偷卖掉了自己在浙江老家的房子 把合肥的房子也拿去银行做了抵押 这一次他再也无路可退了 陈寗光认为只要有技术在 经销商可以再找 接下来的日子他又带着员工回到了当初的小黑屋 除去给员工的工资 他把剩下所有钱都放到了一个即将问世的新型灭火弹上 如果要给火灾分个可怕等级的话 车辆着火 尤其是大型载客车辆着火 绝对会排在前面 因为在这种相对密闭的空间内 人员的逃生会非常困难 汽车起火的位置 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发动机舱 这里游路密布 各种管线众多 一旦起火 火势的发展便会非常迅猛 很可能最终带来恐怖的后果 陈寗光发现 发动机舱是封闭的 是用传统灭火设备时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都没办法把灭火剂喷射到机舱里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肆虐 陈寗光在调查数据后发现 指咱们国家的公交车就有60多万辆 自己的灭火弹本就能在第一时间扑灭大火 那么为什么不针对发动机舱的内部结构 对它们进行重新设计 赋予它们新的功能呢 终于新灭火弹 在卖了房子的资金支持下 研制成功 陈寗光召集了很多客户 他希望这一次自己同样可以用事实 抓住它们的心 这个灭火弹是专门用于汽车发动机灭火的 它虽然只有两身 但是后面不论有多少大的火都能把它灭掉 首先我叫工作人员把这个灭火弹安装在里面 让大家来检验一下 看看它的灭火的能力 好吧 车辆发动机起火的事故很多 也很可怕 陈寗光的目的就是当起火时 这种灭火弹可以定向喷射出泡沫 第一时间把火灭掉 那么真实的效果 会和它预想的一样吗 以前的灭火弹我们都领教过了 但这个新的研发的新的装置 不知道这个作用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预想的效果 那先请你点滑火 就立即给你一个验证的结果 那我们就来现场实验一下 好 再拉一拉 再拉开 再拉 再拉 没拿出过 没想到 这个效果确实不错 我们通常那个汽车发动机是关上门的 里面全部都覆盖了 没有任何地方没有这个液体的 这个泡沫呢 你比如说汽车发动机里面 这些都是由 一经这个泡沫一盖上 它就不会再有复燃的可能 我们这是定线式的 上面没有 上面没有 那么低于这个产品的所有都覆盖完了 你如果早一两年搞出来 那个成都公交车 厦门公交车就不会出现那么大的事故了 装在公交车上这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这个东西 有非常非常大的市场 那不会伤到人 不会伤到人 比那种家用的那个可能效果更好 通常在这种参数也没有人到 因为它里面有六七十度 因为那不是人的一个环境 它这个温度这么高的话 你这个灭火弹在里面会不会烤化 这一下 陈灵光被问住了 在发动机的高温烘烤下 就算塑料不会损坏 那感应火源的这两根热敏线 会不会被引燃呢 经销商们非要让灭火弹 被真正的烘烤一次 才能罢休 小周 我们能把这里面加温吗 不过 这种室外环境 肯定没办法加温了 亢奋的经销商们 决定去找这么一个东西 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工业用的大烤箱 他们就这样把灭火弹 直接扔了进去 一经启动 温度就开始持续上升 在场每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疯狂的期待 烤箱内已经接近发动机舱的60度了 此时的陈林光也坚持不下去了 温度还在不断飙升 而灭火弹却依然完好 现在烤箱内的温度已经远远高于发动机舱的实际温度了 但是这群兴奋的人 好像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灭火弹里面的液体几乎开了 就像一壶水一样的烧开了 对对对 在里面搬滚 里面它的温度一上升 里面产生大量的气体往外压 就像高压箱一样 这个材料难就难在这里 那么这种情况都没有问题 所以对这个外科的要求质量 是非常高的 现在已经到了90度了 很热很热 注意烫手 注意烫手 这很烫的 好烫 灭火弹在烤箱里被折磨了半个小时 弹体没有任何漏液的现象 让他们最担心的热敏线也没有误启动 陈林光告诉他们 就算是颜色最弱的火焰也要有近500度 而热敏线的启动温度正是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的 所以它的灭火弹放在发动机舱里 是绝对安全可靠的 如果说商场如战场 那么陈林光和他的灭火弹又一次的从死亡的边缘划过 老陈说的没有错 商人本就是在赢得利润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每多卖一枚灭火弹 可能就意味着会有一个生命得到拯救 陈林光同样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只是他对自己发明的执念令他与众不同 这一次他用这个有着广大潜在市场的新东西重新挽留住了老陈 而他大胆裁掉不遵守契约精神的大经销商 则是得到了业界更多人的肯定 就这样陈林光的事业从低谷开始了强烈的反弹 前来合作的经销商越来越多 而灭火弹的客户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 从回国后的白手起家 到公司从一间小屋变成了一整栋楼 陈林光走过了七个年头 七年前他只有四个刚大学毕业的员工 现在他有了一支近六十人的研发生产团队 而灭火弹经历了三代的发展 现在每个月的产量将近三万枚 而且在以每年一倍的速度增长 这所有的一切经历让我明白了 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做事 踏踏实实地做人 老陈就靠着他的灭火弹发家致富了 那么现在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两千多万元了 而且他的工厂也在不断地扩大 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让我们祝愿他生意兴隆 好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